海中有大貨車跟機車發生了碰撞 騎士一度卡在貨車底下 警方出不調查 一次是大貨車沒有依照規定讓車所導致 另外在苗栗則是發生了死亡車禍 一名騎士準備要轉彎時遭同方向的小轎車高速的撞上 機車卡在了小客車車底 起火燃燒 莫及民眾見狀趕緊幫忙滅火 騎士送一搶救 因為傷勢嚴重 虧告不治 女騎士從外線車道切入內線車道 停在路口準備作戰 這是同方向的一輛小轎車急駛而來 路口監視器拍下重擊瞬間 小客車一次完全沒有煞車高速碰撞 女騎士連人帶車被撞飛30公尺遠 汽車卡在汽車底下起火燃燒 一旁民眾目擊有人幫忙急救 太陽太大 還有人幫忙撐傘 有人則是拿滅火器滅火 救護人員抵達接手CPR 就怕車子爆炸 民眾合力先將傷者抬上單架 移到一旁同時緊急將人送一急救 四腳課駕駛未有飲酒情形 這起車過意外是發生在3號中午將近1點左右 地點就在苗119甲縣公管路段 70歲的戰性婦人送一救治 但因為傷勢嚴重 最後還是回天乏術 附近民眾表示 死者是外出幫先生買尿布返家途中遭遇不幸 令人不聲唏噓 無獨有偶的 在台中市也發生了一起貨車撞機車的車禍事故 女騎士一度卡在貨車底下 消防人員緊急將人救出送一 女騎士身體多處擦錯傷 送一後幸好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初步研判 車禍原因疑似大貨車 唯一規定讓車所導致 記者綜合報導 標誌